女孩正在处理瘦伤的大腿 男人却直个勾地盯着看 女孩随即说道 就在我们以为要发生点什么的时候 男人却让女孩赶紧把衣服穿好 原来他们是一对兄妹 男人叫大壮 女孩叫小美 这天他们刚打劫完一家赌场 正打算逃往加拿大 开启美好生活 就在两人聊得正起劲的时候 一只鹿从两边穿着 司机当场领了盒饭 兄妹俩却活了下来 此时一辆警车经过 警员看到事故之后 赶紧上报给了警局 大壮立马就心虚了 他快速朝着警察跑去 掏出手将直接爆头 小美看到这一幕 当即杀在原地 说好直抢劫 怎么还开始杀人了 大壮把钱一分为二 告诉小美分头逃出境内后 在电话联系 尽管不舍 但只有这样才能把风险最小化 大壮徒步走在漫天的大雪之中 揣着厚厚一搭钱 却没有地风花 他只好再次抢劫 找来逮捕工具 在付出一根手指的代价之后 抢了一辆猎人雪敲车 继续潜逃 另一边 一个叫小帅的男人 今天假设出狱 而他的老家 就在兄妹俩发生车祸的那片山区 小帅一出狱 就来到之前训练的拳击馆 找人算账 因为之前在赛场上 做手脚的是别人 而坐牢的却是自己 他想要一笔补偿金 但教练非但不配 还给小帅一顿暴打 小帅好歹也是一名拳击手 咔咔几拳砸下去 教练直接晕倒在地 这下惨了 假设期间致人重伤 这又够他判一段日子的了 36G走为上策 驾车出逃的小帅 在路上缓慢行驶 正好看见在风雪中 瑟瑟发抖的小美 她把小美抱进车里 两个原本没有交际的人 就这样抱团上路了 他们来到一个 驾驾站旁边的酒吧 准备给车辆续能 却被老板告知公路被封了 两人只好在此临时休息 而大壮那边 却再次发生了意外 这个男人正在殴打妻子 他不顾天气恶劣 将妻子和幼儿赶出家门 可怜的女人抱着孩子 躲在血液的角落里嚎啕大哭 丈夫却毫无反应 这一幕恰好被大壮看到 他冲进屋内 将这个家暴男射杀之后 安置好母女幼儿三人 自己也有了一个暂时的安身之所 另一边 小美和小帅的关系发展迅速 一个是刚出狱的男人 另一个则是需要帮助的女人 两个有着不同需求的人 跳着屋 不一会儿就跳到了床上 一番交流过后 小美变了 她不再忍心利用小帅 决定继续逃亡 去找哥哥会合 而小帅却爱上了小美 光着膀子就追了出来 回到屋内的两人 互相表明心意之后 又进行了第二轮的交流 不过这次不再是各取所需 而是情不自禁的爱慕 小帅邀请小美和自己回家见父母 看到小帅这么诚恳 小美答应了 这时一个老太太来到警局报案 她请求警察出面 联系一下在森林深处居住的女儿 原本女儿今天是要回家过节的 因为她的丈夫酗酒且家暴 现在却没有消息 她想请警察出面 确认女儿是否安全 女警骑着摩托赶往木屋 半路遇到蹲点的同事 于是三人一起前往 其中一人去敲门 女警两人则留在外面 就在此时 女警无意间发现 水里有一具尸体 她赶紧大喊让同事撤退 但为时已晚 同事门还没敲完就死在了大正的枪口之下 随后几人在雪地里你追我赶 就在快要驶离这片森林的时候 大壮差点撞到不满稻刺的铁丝 但还好 她看到了绑在上面的红布条 随后她将红布条拆了下来 注意看 雪地里有一根铁丝 急迟而来的警员并没有注意到 她被当场割断喉咙 等女警赶到时 看到同事牺牲 她气愤地掏出手枪 打在了劫匪的腿上 大壮失血过多 只能汽车寻求治疗 她来到农场里挟持了一位老妇人 让她为自己处理腿上的伤口 这时 打猎归来的男主人也被大壮制服 她要求妇人做一顿好吃的晚餐 来共同度过个安静 饭菜刚准备好 一辆卡车停在门口 小美和小帅走了下来 原来这里是小帅的家 小帅冲进屋内 发现父亲被枪劫持着 虽然他是一名拳击手 却不敢轻举妄动 而女友小美 也不敢与哥哥大壮相认 大壮看着两人似乎知道了点什么 于是决定 在这里吃完晚餐再做打算 她问老妇人 你们这里的感恩节都是怎么过的 妇人回答 一般都会做餐前祷告 在大壮的逼迫之下 小帅一家三口相继做了祷告 一旁的小美 看到大壮不断为难这些无辜的人 她的内心再次发生了变化 轮到小美时 她说感谢一直照顾她的哥哥 可是她现在需要一个 过自己生活的机会 希望能得到哥哥的祝福 大壮听到之后沉默了 这时警察根据线索 已经将目标锁定在了小帅家 他们在外面埋伏 可女警的对讲机却突然响起 队长出进房间 被大壮当场射杀 安娜不断 她抱起大壮壮破窗户 轰出了房间 没了武器 大壮哪里是小帅的对手 就在小帅急着把大壮勒死的时候 小美从房间里跑了出来 她告诉小帅 大壮是自己的哥哥 希望能够放他一条生路 看在小美的份上 小帅放开了他 但没想到 身后的大壮举起手枪 对准小帅 小美最终亲手杀死了大壮 与其说是妹妹杀了哥哥 不如说是哥哥用自己的性命 为妹妹换来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有时候 爱是最大的葬身陷阱 可有些人就算死了 只要心爱的人安然无恙 便没有怨言 这就是爱的可贵之处吧 悟空闹电影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